历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,在尖杀罪被人枪杀,神宠旧坛当场毕命,当时这个凶杀案轰动整个香港,一时间众说分坛。 2017年,高晓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问成龙,历连杰的经纪人,被打死了,但是你们都知道他们是谁。 成龙毫不避讳地说,都知道他们是谁,但是没有证据。 随后成龙表示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之前会以使命的方式,卸下娱乐圈黑暗的一面,并将交给律师,在百年之后发表出来。 虽然成龙没有明说,但他的话已经很显然地暗示了,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在发生,究竟当年李连杰的经纪人为何被枪杀,香港演艺圈有多黑暗呢? 上世纪90年代,香港影台迎来巅峰年代,同时也是H社会,最猖獗的时期,期间发生过刘嘉玲被绑架案,加油喜事底片被抢走。 而最严重的,就是这一枪杀案,哪怕是李连杰,这样的银幕高手,在蔡子明身亡的第二天,就立刻向香港警方神情的保护,毕竟在高超的格斗技巧,也敌不过子弹。 这一幕吓坏了,在场的所有人,场面瞬间混乱不堪,等警察赶刀的时候,凶手早就不见了踪迹,而被强击的男子,由于受伤部位,全部集中在头部和胸部等重要位置,早已弃绝身亡。 曾经历蔡子明枪杀案的,文念中受访透露,自己当天正在蔡子明,公司担任发行职员,突然听到几下,碰碰的声响,起初以为是电箱爆炸,结果正在门口的财务,经理发现衣服被打穿了,才意识到恐惧。 他们打电话,给老板蔡子明,司机接电话表示,老板正在上楼,大家非常害怕,让文念中出去看看。 当时文念中远远看到,有一双腿躺在地上,开门一看正是蔡子明,蔡子明紧紧握住拳头,身后血流如柱满满身出来,众人立刻报警。 十分钟后辈,正是已经死亡,但十个二十九年凶手,人为落网,成为一起悬案,警方立刻封锁,现场展开调查。 然而一番走访摸牌之后,居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,没有人知道,这两个杀手,是什么时候混进大厦的,更不知道他们,进来后埋伏在了哪里。 警方之所以觉得案件棘手,是因为蔡子明的,身份非常敏感,灾难之后的九个月,每天有十位警察队,立连杰实施二十四小时保护。 在笔期间,立连杰一次加兜,没有赶回去过,可以想象让蔡子明身亡的黑帮势力,到底有多庞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警方对蔡子明案件的调查也出了结果,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,凶手是来自国外的。 专业杀手,专做手前杀人的买卖,因为蔡子明在荷兰的,一笔生意出了问题,作为中间人的他,当时收了买家的钱,但对方却迟迟不见有人出,来交货。 于是买家便认为,蔡子明和卖家勾结在了一起,故意黑他的钱,所以就找来杀手,杀了蔡子明,而凶手的具体,身份不明,也始终没有找到。 虽然蔡子明的案子,表面上破了,凶手也查到了出处,但明眼人都知道,这不过是给公众,一个过得去的说法而已,事件的真相远不止如此。 对于蔡子明的死,很多人认为是,他公司的崛起,挡了别人的路,就像江湖中流传的一句话,断人钱财,等于杀人父母。 所以蔡子明的死前连很大,一定和某个肥帮实力有关。 历连杰曾在采访中透露,认为这件事并非大帮派做的,凶手可能是一些新冒起的小帮派,但至今没能查清楚真正的原因。 不过他觉得与权中人士有很大关系,他们杀经纪人,而不是历连杰,因为大家要的实弹,历连杰是那只下蛋的鸡,他们不会杀鸡取卵。 在各种议论声中,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,正在他们嚼头烂额的时候,一通打进报社的电话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蔡子明强杀案的凶手,他们是河南帮的势力。 当时有一个香港电影,监制主动找到他们,承诺给他们100万港币,让他们做掉蔡子明,为了钱他们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 可失诚之后,这个委托人却食言了,说好的100万,支付了50万的定金,后面的钱没了着落,他们很生气,所以打电话来,告诉记者这个消息。 不过他们并不担心警察找到自己,因为很快他们就会回内地,香港警方根本没法找到他们的踪迹。 凶手的态度如此嚣张,对警察如此不懈,可见其背后势力的强大,听到是电影方面的,问题引发的命案。 警方立即沿着,这条线索追查,蔡子明的死,和他帮助李连杰脱离家和有着莫大的关系,因为蔡子明的,出现让家和损失巨大,这是为什么呢? 那就不得不提到,李连杰与家和的矛盾了。 当时李连杰因为,片酬问题跟家和,闹得不可开交,而他此时的经纪人罗大卫,则协助家和一同压榨。 李连杰的利益,其一是当初的李连杰,在罗大卫的优道之下,和家和签订了,两年四部电影和合约,片酬为600万港币。 但是在合约快到期时,家和只给了李连杰不到300万的片酬,气急败坏的他,当即找家和讨要说法。 结果没想到,李连杰不仅没有,要到前还被扣留了护照,毫无疑问,家和想要用这种方式来,逼迫李连杰许签合约。 就在李连杰,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,蔡子明出面,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,还成为了李连杰的新任经纪人。 蔡子明生前是李连杰的经纪人,袁姓欧在广州长大,期间曾跑到格兰做生意,之后回香港发展,并创办电影公司。 客室就在两个人的,可约签下不久,正在积极筹拍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时,蔡子明就被枪杀而亡。 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,李连杰才得知这一消息,据说当时他愣在原地待住,感觉到毛骨悚然。 就在被强击的前一晚,两人还一同把酒言欢,为释怀过去喝彩,为光明的前途而喝彩。 酒过三旬,两人相谈甚欢,整整持续四个小时,经过这一场专属,盟友的饭局,蔡子明彻底打开了李连杰的心扉。 此间事了,他实在为李连杰高兴,即便是大醉,他也不敢多睡,第二天同往常一样早起,前往公司办公。 没想到这一次出门,他就再也回不了家了,在那一段时间里,他不管走到哪里,就带着多个保镖,生怕自己也会。 出现意外,马上向警方申请保护,不敢回家只能住在酒店。 深感不安的李连杰,从此再也不敢喝,有背景的人扯上关系。 经过再三的考虑,李连杰任用自己的,姐夫作为经纪人,不料在几个月以后,姐夫在内蒙古,发生车祸后,李连杰,吓破了胆。 那段时间的李连杰,非常痛苦,虽然自己和蔡子明相识不久,但两个人的友谊已经非常深厚了,他们都热爱。 电影事业,有着相同的胸怀抱负,不但在工作事业上,非常聊得来,私底下也是,非常赏识对方。 现在蔡子明惨死,在凶手的枪下,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,李连杰感到非常难过,圈内也没人再敢当。 李连杰的经纪人,她干脆自己开启公司,然后让老婆立志管理账本,进而积累了20亿的身家。 虽然没有替蔡子明报仇,但李连杰却以这样的方式,告慰了蔡子明的载天之灵,失下了她当初的梦想。 因为当初得到了,蔡子明的帮助,李连杰才能摆脱,困境重获自由。